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不用矣 则气上下不相顺接 其今夜必凝制而未谈 故喘息可拓 胸背痛 短气等正见矣 卖锦尘尺 为阳虚之眼 故足矣通痒 瓜楼戏白白酒汤 主治胸阳不振 痰气护结之胸臂 正见胸马而痛 胸或胸痛撤背 或壳拓喘息 舌台白腻 卖尘贤或紧 本方正呢 因胸阳不振 谈着中足 气节于胸所致 胸阳不振 则今夜不步 聚而生谈 谈为阴血 容易阻碍气机 结于胸中 则会出现胸脉而痛 甚或胸痛撤背 谈着组织 废尸宣将 固件 咳拓 喘息 短气等正 理解了瓜楼戏白白酒汤的政治激励 下面我们通过其兵器特点 揭示其功用 通阳散解 行器去谈 下面根据公用 按照君臣左使的原则 解析方药配武 均以瓜楼 干喊 能够敌坛散解 开通胸臂 瓜楼时之常 在于倒坛桌下行 故结胸胸臂 非此不至 但本草思辨路里人说 盖其性柔 非既之以刚 则下行不利 那这里的刚呢 其实指的就是陈耀 谢白 谢白 谢白姓魏心温 通阳散解 话谈散喊 同时 左以白酒呢 也是心散温通 行器活血 所以说 本方要紧三位 配武精荡 共凑一个通阳散解 行器去谈之功 使胸中阳气得以宣通 谈着得消 而气机顺畅 则胸臂喘息助症 能够自处 全方的配武特点为 行器去谈 与温通胸阳并用 药碱立砖 刚柔并进 以刚为主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本方的临床运用 一 本方式治疗 胸阳不振 气质弹阻之胸壁症的基础方机 临床上以胸痛 喘息 短气 舌苔白腻 卖险紧为辩证要点 二 加减法 若寒血较重者 可以加肝疆贵之父子 以温阳散寒 气质胜者 可加厚朴致实 以礼气形质 兼有血育者 可以加单身赤勺 以活血去育 三 现代运用 本方常用于冠心病 肺炎性心脏病 包括风湿性心脏病 心力不齐 肋结神经痛 神经性头痛 肢脊管哮喘 肺气肿等 最后强调一下本节课的叙述重点 第一 刮楼血白 败酒汤的组成 主治 功用和方医 第二 肛重颈治疗胸臂三方的区别 重颈治疗胸臂的三方 这三方里面均含有瓜楼和解白 而且同治兄弟 都有通阳散节 行气去谈的作用 而致实解白贵这汤中 配武致实贵之后谱三药 通阳散节的力又大 而且又善于下气去谈 消脾除满 用意治疗胸臂 而谈气护结较甚者 胸中脾满 并有逆气 从斜下上充心胸者 瓜楼血白白酒汤呢 以通阳散节 行气去谈为主 用意治疗胸臂 而弹着较轻者 瓜楼血白半下汤呢 方中配有半下 去谈散节之力较大 用意治疗胸臂 而弹着较生者 布置一下课后练习题 大家下去检索一下 瓜楼血白酒汤 它的相关文献 及临床研究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画面误盈的 其实在这里 你熟了个问题 我自己有些这些 罩 size 你说我经历的 不底盈的 你熟了什么 你熟了个问题 你熟了什么